2013年十余的一天,正在上班的徐嘉倩突然收到,已分手两个多月的前男友王欣发来了一条短信。 我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,你估计也被传染了。 我实在无言面对你,只好通过发短信的行事。 这个号码我不会再用了,我们从此也不要再联系了,保重。 看着这条短信,徐嘉倩如五雷轰顶,险些瘫倒在地。 徐嘉倩于1987年出生在浙江温州,一个富商家庭。 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,他留在北京,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。 工作后,他与同事王欣相爱了。 王欣比他大三岁,孩儿兵人,大学毕业,父母都是公务员。 2012年春节后,王欣从公司辞职,与朋友一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。 2013年春节,两人回老家过年时,将两人准备结婚的事告诉了父母。 王欣的父母对徐嘉倩挺满意的,而徐嘉倩的父母比较封建, 坚持说,两人八字不合,坚决不同意。 他的母亲甚至以死相逼。 无奈之下,孝顺了他,只得忍痛和王欣分手了。 分手后,两人再没有联系。 徐嘉倩本想慢慢将王欣忘掉,然后重新寻找新的幸福。 他做梦也没想到,王欣竟然是个艾滋病患者,自己也有可能被传染。 徐嘉倩真希望王欣是在跟他开玩笑。 晚上下班后,他给王欣打电话,但他的电话已经停机。 第二天,徐嘉倩去了王欣的公司,可发现公司已经搬走了。 徐嘉倩越来越觉得王欣的短信不像是开玩笑了。 他被巨大的恐惧所笼罩,他茫然地在街上走着,仿佛感到着世界末日就要来临。 冷静下来之后,徐嘉倩觉得还是应该先去医院化验一下。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到医院去抽血化验,结果显示是阴性。 徐嘉倩长输了一口气,好像获得了重生一般。 可是医生的话,却又将他打入地狱。 医生告诉他,虽然现在化验结果是阴性,但并不能完全排除他没有被感染。 因为艾滋病的潜伏期是半年到一年甚至更长,所以他需要服用药物,半年后再来化验一次。 徐嘉倩真想大哭一场,可他怕父母担心,不敢告诉他们。 除了父母,他又不想告诉外人。 如果让别人知道他有可能得了艾滋病,他的一切就全完了。 想来想去,徐嘉倩想到了唐丽。 唐丽是兰州人,与他同一年进入广告公司。 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。 徐嘉倩相信唐丽一定会替自己保守秘密的。 而且前段时间,他曾听唐丽说过,他有一个亲戚在家大医院工作。 于是徐嘉倩给唐丽打了个电话,长了下班后到自己的住处来,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他。 徐嘉倩从医院直接回了出租屋,他倒在床上不吃不喝。 盯着天花板发呆,大闹一片空白。 下班后唐丽来了,看到徐嘉倩的样子,他吃惊地问,你这是怎么了? 徐嘉倩一把抱住唐丽,失声痛哭起来。 唐丽赶紧问,到底发生什么事了? 徐嘉倩哽咽着,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唐丽。 他问唐丽,我可怎么办?我会不会死啊? 唐丽安慰地说,你先别那么悲观,咱们再到别的医院化研一下,其实你真的感染了艾滋病,现在医学那么发达,也是可以有办法治的。 徐嘉倩说,我再也不想去医院了,我实在受不了别人那种眼神。 唐丽说,我有个亲戚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,我陪你去找他吧,现在你必须跟我去吃饭。 说着,拉着徐嘉倩就往外走。 徐嘉倩拉住了他说,唐丽,你跟王兴有没有联系,你知道他的情况吗? 唐丽说,我们前段时间通过电话,他好像说家里出了点事,想回老家工作,那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。 联想到王兴的公司搬家了,徐嘉倩判断他很可能已经回老家了,他很想去王兴的老家去找找,可他从没去过他家,也不知道他家的具体地址。 徐嘉倩知道唐丽与王兴也很不错,便问他知不知道王兴老家的地址,唐丽说不知道。 一个星期后,唐丽带着徐嘉倩去了他亲戚所在的那家医院。 他的亲戚为徐嘉倩安排抽了血,两天后,唐丽去取了化验单,他深情沮丧地告诉徐嘉倩,结果是阳性。 徐嘉倩问,不会化验错吧?上次化验是阴性呢? 唐丽说,绝对不会错,我特意让我的亲戚亲自到化验科盯着结果的,你上次去的是个小医院,肯定是他们弄错了。 如果你不相信,要不再让他们化验一次。 徐嘉倩摇了摇头说,算了吧,我不想再折腾了,这么权威的医院,又有你亲戚盯着,应该不会错的。 该死的王兴,如果让我找到他,我非杀了他不可。 唐丽劝了说,他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,肯定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。 哎,想开些吧,既来至此安置。 徐嘉倩禁不住就哭了。 我还这么年轻,我不想死,你会不会也嫌弃我? 唐丽搂住的说,放心吧,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。 徐嘉倩感激的说,幸亏有你这个好朋友。 得知徐嘉倩感染了艾滋病后,唐丽不仅不嫌弃的,反而与他走得更近,与他一起吃饭,一起逛街。 这让徐嘉倩很是感激。 徐嘉倩对艾滋病不是太了解,又非常爱面子,不愿意去医院面对医生。 唐丽对着说,我找那个亲戚帮你找些药吧。 不久,唐丽拿回了一些控制艾滋病毒的常用药物,便对徐嘉倩说,你先吃着,我亲戚帮你从国外找特效药呢。 据徐嘉倩的了解,艾滋病目前还没有彻底治愈的药物,但他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的资料,得知国外确实研发了一些很有效的药物,有的患者的病情得到了非常好的控制和改善,所以他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唐丽的身上。 过了段时间,唐丽兴奋地对徐嘉倩说, 好消息,我亲戚托人从美国找到了一种特效药,据说非常有效。 不过价格比较贵,两个疗程需要三十五万元。 啊,这么贵啊。 徐嘉倩有些犹豫,唐丽说, 哎,钱花了可以再挣,命要是没了可就全完了。 徐嘉倩觉得唐丽的话有道理,于是他给父母打电话,谎称在北京申请到了两线房,需要交四十万首付,他只有五万,还缺三十五万,希望父母能够支援他。 徐嘉倩的父母觉得这是好事啊,很快便将三十五万汇到了他的账户上。 徐嘉倩将三十五万交给了唐丽,过了半个月,唐丽将二十瓶药给了徐嘉倩,说十瓶一个疗程。 徐嘉倩发现药瓶上的标签全撕掉了,唐丽解释说, 这种药不能带进海关,为了不引起怀疑,顺利过关,我亲戚托的人只能把标签撕了。 唐丽是自己的闺蜜,帮助买药的又是她的亲戚,徐嘉倩自然不会怀疑。 于是她开始每天按照唐丽交代的,早晚各吃一次药,一次吃两片。 唐丽对着非常关心,总是询问服药后的反应。 徐嘉倩觉得服用一段时间后,身体好像确实好些了,人有劲了,精神状态也好转了。 唐丽高兴地对着说,太好了,你坚持吃吧,我亲戚还在帮你想更好的办法。 2013年12月底,唐丽兴奋地对徐嘉倩说,告诉你个特大好消息,我亲戚联系到了美国一名专制艾滋病的专家皮特。 皮特通过给艾滋病人做骨髓移植手术,成功地清除了病人体内的病毒,不少病人都彻底痊愈了。 徐嘉倩激动急地说,他能为我做吗? 唐丽说,可以啊,我亲戚跟皮特的助手联系好了,安排你到美国去做手术。 只是需要先交40万的定金。 徐嘉倩说,钱不是问题,只要能治好我的病。 徐嘉倩上网查询,发现有不少关于骨髓移植治好艾滋病的报道,比如美国波士顿的两名男性患者在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后,血液中的病毒消失,从此不再服药。 这让徐嘉倩对自己的病充满了信心。 徐嘉倩赶紧给父母打电话,说他想买套大面积的房子,将来把他们接到北京来养老。 现在他通过关系终于换到了面积大的房子,但要再交40万。 徐嘉倩的父母很欣慰女儿的这片孝心,而且觉得将来老了肯定是要和女儿生活在一起。 所以,他们爽快地又将40万汇给了女儿。 收到钱后,徐嘉倩马上转给了唐力,并对着说, 还麻烦你的亲戚,尽快帮我联系安排手术啊。 唐力说,你放心吧,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 2014年春节,徐嘉倩怕父母发现他的异样,借口公司加班,没有回老家过年。 他每天给回兰州过年的唐力打电话,催问美国那边的手术安排得怎么样。 唐力对着说,我帮你盯着呢,你先按时服药,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。 二月底,唐力对徐嘉倩说,皮特大夫那边有恢复了,已经将你排上队了, 由于这种手术比较复杂,费用很高,你赶紧再准备50万汇过去。 徐嘉倩有些吃惊,啊,还要50万呢? 唐力说,这在美国不算高啊,换算成美元也就8万左右。 徐嘉倩一咬牙说,行,只要能还我一个健康的身体,我先跟父母要, 以后我会多多挣钱还给他们。 徐嘉倩又给父母打电话,说房子马上下来了,他要准备装修了。 为了将来能让他们住得舒服些,他想装修得好些,一步到位。 另外,因为公司搬家了,离他的住处很远,上下班很不方便。 他挤公交地铁时总被一些男人骚扰, 所以他还想买辆车,一共需要50万。 父母心疼女儿,毫不犹豫地又会来了50万。 徐嘉倩盼着能尽快去美国做手术,他几乎天天都要催唐力。 唐力说,我也着急呢,我天天催我亲戚呢。 不久,唐力对徐嘉倩说,为了能把你排到前面,提前给你做手术, 我亲戚托的朋友说,需要给皮特和助手一些好处费。 徐嘉倩问,还要给钱呢? 唐力说,这不都是为了让你赶紧做手术吗? 早点手术,这就希望就越大呀。 为了能尽快治好自己的病,徐嘉倩决定豁出去了。 他又找了个借口,从父母那里要了十万。 之后,唐力说已经安排了徐嘉倩手术的时间, 现在要为他办理妇媒手续。 徐嘉倩指的再次向父母要钱。 到了2014年4月,徐嘉倩已经从父母那里要了一百六十万元。 一下子从父母那里要了一百六十万, 徐嘉倩心里还是很不安。 他盼望着早点去美国做手术, 还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,将来好好孝顺父母。 徐嘉倩几乎天天都要催唐力, 可唐力总让他再耐心等等。 2014年5月中旬, 徐嘉倩突然得知唐力辞职了, 他感到很吃惊, 赶紧给唐力打电话, 不然为什么辞职的事不告诉自己。 唐力说, 我母亲突然生病住院了, 我要回去照顾她, 因为走了匆忙, 没有来得及告诉你。 徐嘉倩问, 那我的事怎么办呢? 唐力说, 你放心吧, 我会继续盯着的。 半个月后一天, 徐嘉倩的微信通讯录里, 突然多出一个叫张征的好友。 张征是王鑫的朋友, 是学计算机的。 徐嘉倩曾把他的手机号存在了通讯录里, 他估计可能是张征刚在微信试制中, 开通了可以通过手机通讯录寻找功能, 所以他的手机才显示出来。 徐嘉倩赶紧添加张征为好友, 得到认证后, 他看到张征刚发了一张朋友聚会的照片, 当他把照片放大时, 竟然看到了王鑫, 而更让他震惊的是, 和王鑫紧紧挨在一起的居然是唐力。 王鑫比过去更精神了, 哪像是得了艾滋病的人呢? 唐力不是回老家照顾母亲了吗? 为什么和王鑫在一起, 还在北京参加聚会? 看他们两人的样子, 显得很清热, 关系应该不一般。 徐嘉倩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张征的手机, 得知这是他们昨天的聚会, 而唐力是王鑫的女朋友。 徐嘉倩连忙问, 你知道王鑫生病了吗? 听说他离开北京回老家发展了是吗? 张征说, 他生病了, 他身体壮得像头牛呢, 他一直在北京呢, 我们公司扩大规模, 搬到了CBD写字楼了。 听了张征的话, 徐嘉倩有了不好的预感, 他向张征要了王鑫的新手机号, 拨通后他问王鑫, 你为什么要给我发短信说你得了艾滋病? 王鑫一头雾水地说, 你开什么玩笑, 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这种短信了? 徐嘉倩说, 明明是你原来的手机号发来的, 你和唐力在一起了吗? 王鑫说, 是的, 咱们分手以后, 我们俩才好的。 唐力不是说, 他没怎么和王鑫联系吗? 他为什么骗自己? 难道是他在捣鬼? 徐嘉倩赶紧拿着唐力给自己买的药, 去有关部门检测, 结果得知这些药只是普通的保健品, 根本不是什么止艾滋病的药。 自己果然被唐力骗了, 徐嘉倩给唐力打了个电话, 问他在哪儿? 唐力说, 啊, 我在老家呢? 徐嘉倩说, 你不要再骗人了, 你昨天和王鑫在北京参加朋友聚会, 我都知道, 王鑫根本没得艾滋病,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? 唐力一看徐嘉倩都知道了, 只好承认说, 啊, 没错, 我是骗了你, 你明明知道我喜欢王鑫, 为什么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? 如果你知道自己和王鑫都得了艾滋病, 就不会再去抢他了, 再说, 你家里那么有钱, 而我们却每天为生存奔波, 我心里不平衡, 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改号软件, 用王鑫的旧手机号给你发了短信, 那个亲戚不过是我花钱请的托儿, 花眼单也是我找人作假的, 徐嘉倩气愤的说, 那你就要这么害我吗? 你把一百六十万还给我? 没想到唐力听到这话, 直接把电话给挂, 之后徐嘉倩多次给唐力打电话, 他都不接, 发短信要钱也不回忆, 徐嘉倩气坏了, 他把唐力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王鑫, 王鑫得知这一切后, 依然和唐力分了手, 自己费了好大劲, 终于追到手的男友, 就这样被徐嘉倩搅黄了, 唐力对徐嘉倩充满了仇恨, 觉得他太过分了, 一想到自己什么都没了, 而徐嘉倩要钱有钱, 要工作有工作, 说不定还能跟王鑫旧情复燃, 唐力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, 一个罪恶的念头浮现在脑海, 2014年6月19号晚上, 唐力得知徐嘉倩要加班, 便悄悄藏在徐嘉倩所住的出租屋的楼下, 晚上九点左右, 徐嘉倩回来了, 唐力猛地冲过去, 将事先买好的一瓶硫酸, 往他的头部泼了过去, 剧烈的疼痛让徐嘉倩大声地惨叫起来, 唐力则趁机逃跑了, 邻居听到动静后, 赶忙拨打了120和110, 徐嘉倩虽然没有生命危险, 但他的面部被严重的毁容, 警方通过侦查, 很快将唐力抓获, 2014年11月, 唐力因涉嫌故意伤害罪, 诈骗罪, 被北京检察院提起公诉, 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, 唐力竟然卑鄙地欺骗自己的闺蜜, 当事情败露, 他不仅不反省自己, 反而采取残忍的手段, 最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, 而徐嘉倩盲目轻信, 遇事不与自己的家人商量, 发现受骗有没有保持冷静的头脑, 实在不可去, 他故事说到这儿, 就告一段落, 故事中人物均为化名, 对唐力而言, 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, 竟然卑鄙地欺骗自己的闺蜜, 事情败露后, 不仅不反省自己, 反而采取残忍的手段进行报复, 或许自己一时的恼火发泄出来了, 心里畅管, 一时得到了亡心的垂青, 但这样的做法肯定长久不了, 这不仅仅是为人处事的出格, 更是人性的扭曲,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, 而至于徐嘉倩, 或许因为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足家庭中, 即万千宠爱于一身, 导致他太容易相信别人, 面对艾滋病这种说不出口的病, 他也丧失了应有的理智和判断, 并急乱投医, 误把唐丽当作自己的闺蜜, 误性他人一面之言, 最终害了自己, 被骗巨额钱财不说, 还害了自己毁了容, 也许当徐嘉倩在被骗后, 能够借助法律的力量及时报案, 通过司法机关以法律的途径惩罚唐丽, 而不是跑到唐丽新单位去大闹一场, 害他丢工作, 唐丽就不会做出迫徐嘉倩流算的举动, 也就不会有进一步的伤害发生, 显然徐嘉倩现在明白了, 但为时意外, 这个案子案情比较简单, 但是给我们的思考却很多, 首先啊, 我们在关注物质生活的同时, 也要关注心理健康, 切不可让扭曲的心理毁了自己, 其次啊, 在面对突发状况时, 我们一定要保持应有的冷静和理智, 切不可盲目相信他人, 好, 感谢扎北区人民警察院为本次节目提供的帮助, 本次节目编辑主持梁辉, 后期制作王文奇, 见识赵姐张建宏, 感谢您的收听, 我们明天再见, 说法解律, 民法洗礼, 关注民生百汉, 记录法制进程, 大家好, 我是梁辉, 欢迎收听梁辉说法节目, 现在请您发送阿基米的四汉字, 到12114, 获取下载链接, 并关注梁辉说法节目, 我们将与你在线下进行零距离的互动, 欢迎你们的加入, 一个顿悟可以改变你的一生, 人生智慧微故事, 弗兰克林有一天突然发现, 他现在常常失去朋友, 他此时才开始注意到, 事件的原因是由于他太爱争强好胜, 处处都要占优, 所以他始终都跟别人处不好, 有一天, 当他把工作大致做好之后, 他坐下来列了一个清单, 把自己在个性上所表现出来的缺点, 全都列在了上面, 并且是从最致命的大缺点开始, 一直到不足挂齿的小毛病为止, 重新依次排列了一次, 弗兰克林下了极大的决心, 要改掉自己的这些毛病, 每当他真的彻底改掉一个毛病时, 他就在单子上把那一条毛病划掉, 直到他最后全部划完为止, 结果, 弗兰克林成为了美国最得人心的人物之一, 他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爱戴, 当殖民地十三州需要法国的援助时, 他们派了弗兰克林去, 法国人对弗兰克林的印象齐佳, 他果然不负使命, 当殖民地十三州需要法国的援助时, 他们派了弗兰克林去, 敢于克服缺点, 才能获得更多的优点, 不破不利, 不驱除缺点, 就无法进步, 就无法拥有新的长处,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